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啊川普出席總統募還餐會的時候 口出狂言指出如果在他的執政之下 中國膽敢入侵台灣的話呢 我就果斷轟炸北京 同樣的套路也可以用在莫斯科、俄羅斯馬 那我早就說過大概去年 共和黨跟民主黨都在比誰更反共 在這次總統大選 只有台灣這個奇葩在比誰更會包牌 誰更會舔共 誰更會 喔我既要跟中國好 我又要跟美國好 在中美兩大國的抗衡之下 這個局勢沒有包牌的 你包牌的下場甚至比 親中舔共更慘 因為你兩邊都不背心的你更慘 而我們沒有本事包牌 我們也沒有本錢包牌 為什麼 因為中共最想要的就是 我們 如果今天我們是置身事外 遠在歐洲的這個國家 比如說台灣現在就移到歐洲對吧 然後中國現在想要武統新加坡 新加坡剛好就在台灣的位置上 那我們就有立場 選擇包牌 因為我們自身事外對吧 但我們今天就是 世主的第一線 那當然還有人在說 是美國為了要打中國對吧 所以把台灣推出去 不好意思 美國從來沒有這個心思 是中國倒行逆施才讓美國 如此下策 不然美國幹嘛讓中國加入這個世界組織 美國幹嘛讓中國加入這個WTO WHO 加入之後中國才越來越有錢 但你有錢之後 你反過來要霸權全世界 如果你們會覺得是美國要推的話 那請問古寧頭戰役 823砲戰是美國 逼台灣打的嗎 不是吧 國共內一戰是 美國慫恿的嗎 也不是 所以不要相信這種什麼 以美論以美論 今天沒有美國在我們早就不見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動畫 那個動畫是一個巨人 看到山上有一塊大石頭要滾下來 結果那個巨人看到就趕快去阻止 結果哇阻止阻止阻止 推推推那個後座力太大了 推到最後 巨人的腳不小心踩壞了 一座城堡的民宅 結果城堡裡面的人生氣啊 因為他們只有看到那個巨人嘛 他們沒有看到巨人前面的石頭 他們對巨人弄那個什麼 炸藥啊 弓箭啊 石頭啊 刀槍啊 去打那個巨人 那個巨人啊 雖然不痛不癢 但那個巨人最後無奈 算了 你們都不喜歡我 那我走 他就跑了 然後上面那個石頭就滾下來把城堡給毀滅了 難道這是台灣人要看到的嗎 這幾天 歐美各大媒體都在說 親中立委 親中政黨 在立院取得了勝利 最爽的肯定是北京 當然不排除 這些媒體都是被 宇宙超神民進黨給收買了 像是美國服事新聞啊 美國美聯社啊 英國幾百年的經濟學人雜誌 還有歐洲的各大媒體 連阿拉伯半島啊 通通都是1450的側翼 民進黨太厲害了 當然這些媒體包含英國100多年的經濟學人 這些啊 通通都不比卡迪諾還權威啦 那在藐視國會法通過之後 這兩天外資賣掉了 台股435億 市值蒸發了1.56兆 太棒了 未來郎白繼續學聖上 開倒車倒行逆施 改變或是立其他 很新的這種荒謬的法條 估計我們很快在股市上就要跟中國的A股 統一在一起啦 這個就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公平正義 FANTASTY 中國無上限的印鈔 通縮的錢 趕快進來 第三方白手套都可以進來 來台灣投資 讓台灣都變成中資控制 這應該就是大家想要的庶民公平正義 發大財 然後我不要去學那個股票投資 我也不要去學那個外商怎麼投資 我都不要 我就是要這個中國觀光客來 然後 跟我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這樣我才是發大財 水啦 而小粉紅依然不死心 在中共炒炒結束3D動畫軍演之後 持續在網路上 像是這張圖 直接把台灣搬運到廈門 跟中國大陸連接在一起 還有一條高速公路串聯了廈門跟台南 是不是非常搞笑呢 中國十四億人民的信仰跟理念 已經可以撼動地球了 不虧是女娲的傳人 再創 盤古開天屁地的神機呀 中國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將被3D動畫 迎頭痛擊 勸少部分台獨分子 懸崖勒馬 回頭是岸 祖國母親 將展開雙臂給你們這些叛逃的孩子一個大大的擁抱 不僅如此 有些自知知名的粉紅了解他撼動不了天地 無法把台灣搬到福建這邊來做一個土地上的連結 所以他們提出了4條跨海大橋 一樣沒有經過什麼環評預算跟評估 但沒有關係 別失望 傅琪昆教你怎麼做 你們可以上書給你們的人大在兩會提案 我們看到這個 渤海這一條 在北京附近的那個海域 這條計畫中的跨海大橋 初估就要 1兆4000多萬台幣 台灣海峽的地形 遠比渤海還複雜 粉紅又要打造4條跨海大橋 估計要超過20兆台幣以上 中國2023年的國家財政收入是21兆 中國2023年第四季 債務與GDP支比 達到了286.1% 所以沒有關係粉紅 21兆 花費 除以14億人口 等於每一個中國人只要掏出15000塊台幣 也就是3410塊人民幣 大概是零天天兩個月的薪水 就可以去支持這個四大通橋 請粉紅開始帶頭捐款蓋橋 統一台灣 千萬別口嗨啊 而最近中國泰原發生了10個連S的事情 其實不只泰原 中國好多地方政府開始聘那個守橋人 避免人從橋上跳S 我們來看這篇貼文 終於揭開了泰原10連S的背後真相 因為網友深情透露 他那個同樣失業的同事已經落魄到連飯都吃不上的地步了 同事向他求助 希望借100塊人民幣度日 而然這位網友自己手頭也非常的緊 最後把身上僅剩44塊 悉數轉給昔日的夥伴 他無奈感嘆 這 辨識泰原普通民眾的生活寫照 連基本的溫飽都成了問題 如此近況也難怪泰原連S的事件頻頻發生 一切 皆有因果 單位破產 一個車間一起下崗的 朋友 中共也是非常厲害啊 十幾二三十年前把那個下崗變成一種光榮事蹟 父母酸網沒有成家得了重病 連飯都吃不起 問我借100塊生活費 我把僅有的44塊賺給他了 這就是泰原普通的生活 可以看到下面 的這個聊天紀錄 非常的好 我想要問中共 你最好解決跳S的辦法是什麼呢 不要文攻武嚇 民主化 讓外商放心投資 把中國的內需搞起來 跟各個國家友好 不要搞霸權主義 這個比你請人去守僑 還來得管用 你們還記得封控期間吧 非常多人跳S對吧 一個人 他如果躺在床上 一直不起來 你要做的是 鬆開你掐住他的雙手 而不是一直跟他科普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而幾天後啊 就是5月35號 六四紀念日 我們也將在台北的自由廣場 舉辦此活動 而在5月28號 有一位計程車司機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衝撞了天安門廣場 還撞倒了一名警察 比較誇張的是倒地的警察 事後沒有人關機 僅有一個人跑去看一下 然後又跑回去 這個計程車上 當然啦 聖上的命絕對比粉紅警察還來得重要 對吧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你看你看 第一時間 不去看同事 那麼多人你去一兩個也好 看一下就走 中國各大新聞央視北京報 之類的上海報 人民日報沒有報導這一條 今天已經是5月30號了 如果粉紅們不翻牆 你們都看不到這條影片 微博上也不存在這條消息 這就是你們說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對吧 要不是親眼周邊的人路過所見拍攝下來 估計全世界都沒人知道5月28號在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為了讓全世界看見粉紅的愛黨愛國心切 武統台灣心切 我們當天會在台北自由廣場舉辦六四活動 你們也可以號召去天安門舉辦愛黨愛國的音樂會活動對吧 畢竟你們那邊才是真正的事發地 慶祝八九政治風波 挫敗西方邪惡勢力 邁向成功的第35周年紀念日 我們都知道 勿忘南京事件 邪惡的日軍 那同時你們也要告訴中國人民 勿忘六四 邪惡的趙紫陽西方勢力 想禍害中國 讓中國民主化 想要讓中國開放新聞自由 比如說如果那個時候成功 你們就可以看到今天在微博上 在中國各大媒體看到這個天安門衝撞事件 對吧 但還好有阻擋下來你們才看不到啊 而且那個時候 他們竟然想要漸漸的走向政黨輪替 跟這種邪惡之路 破壞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 家天下或是黨天下的觀念 非常的令人髮指 對吧 別慫啊 十幾年前你們的前輩都比你們粉紅有種 還敢去舉辦反日大遊行 而現在的你們只會在網路上打字 喝著肥宅快樂水 影片的最後給各位花蓮國的子民說一下 第一階段罷免花蓮王復婚期的活動已經開始了 罷免連署表單雲端連結在下方的留言置頂處 裡面也有參考範例表單 請仔細參考填寫 該填的不該填的 我們有特別用紅字標出來 我們先收集等滿一年之後啊 現在還剩多久 大概七八個月啦 等七八個月之後 我們收集完會全部送出 那你們填完這些表單啊 請把它寄到 970013花蓮國安郵局 第270號信箱 一定不要記錯囉 各位台灣同胞 如果你身邊有認識的花蓮國民 還不知道這條消息的話呢 趕快轉發給他們得知 那跟大家說一個內線消息啊 我們528在花蓮舉辦的青鳥行動 有非常多花蓮在地的店家跟記者啊跟我們說啊 這個是公民團體或是個人發起有史以來最大的抗議活動 如果不算國民兩黨的造勢動員拉遊覽車的話 當天我們算破紀錄了 還有一個好笑的吼 當天我們的花蓮皇后在車上偷看我們抗議活動 看來他兩夫妻啊應該是怕了 因為這不是政黨動員的 如果他們毫不在乎 毫不在意 他肯定連瞧一眼都不會瞧 也不會去看一下我們在幹什麼 當然啦 也可能是我夢到了 也有可能是我這個說謊 反質詢 藐視國會隨便 反正等我哪天被叫去聽證會傳喚 我再提供內線資料 如果我不提供的話 再看我要被連續處罰十幾萬吧 今天的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掌下次見啦 掰